感激主《興生德性》已經印出來了 《興生德性》這本書的重點是講到 我們與神建立關係是不難的 因為很多人覺得很難 他說我很多罪、很多軟弱 其實有一個錯誤的看法 錯誤的看法是甚麼呢 我要完美才是德性 完美根本我們達不到 我們有時說我將來完美 我將來或者達到 其實我們始終我們人總是有軟弱的 我們每次聖經講到一個罪人悔改 立即天上為他歡喜 當一個罪人悔改的時候 那時候他已經是德性 不是說他完全勝過罪 當然我們希望他整個生命勝過罪 但是當人真心悔改的時候 天上都為他歡喜 當人親近神,神又親近他 神又歡喜 當我們愛神,神又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眼睛未曾聽見 眼睛未曾聽見,人心未曾想到 即是說當人一聽神的話 親近神,神即時喜悅 這個人呢 神已經歡喜 這是給他減少很多壓力 因為很多基督徒經常覺得 我做得不夠好 我沒有力 我好難得勝 因為他看過那些軟弱的地方 有時軟弱的地方都很難 有時都要時間 但當他還未能處理到的時候 他經常覺得他失敗 但如果我們有一個看法 就是我一悔改,神就歡喜了 還有我一進步 稍微進步,神就歡喜了 我有什麼改善 耶穌說,你將一杯涼水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 只放一杯涼水 吸著小子女的一個渴 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神已經歡喜和賞賜 所以我們做任何的事 為神做 祂都歡喜 即時就是得勝 所以我們少少得勝 今天百分之一得勝 我就已經是得勝 又繼續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越來越得勝 這樣的時候就會輕鬆得勝 就不是說,我還有很多東西未改 當一個人改善了些少 他脾氣改善了些少 不過還有很多冷性 還有很多不開心 還有很多人際問題 哎呀,我還有很多問題 那他永遠都不開心 但當我們少少進步 我們感謝神 他人就立即起落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力量 第一就是這個觀念 就是土神喜悅並不太難 那有些人說 難不難 那就當然有難 難處因為我們不肯聽話 但當人肯聽話 並不是太難的 是可以達到的 在這本書裡說到 第一就是 如何與神有密切關係 享受神的愛 被神的愛激勵 又回應他 一愛他他便歡喜 神又會供應愛他的人 還有我們有一個奇妙計劃 這是第一部分 與神的關係 而是輕鬆的 第二個部分 就是處理生命 就是被人影響 垃圾 負面思想 負面的情緒 潛意識 和婚姻 和人際關係 侍奉的問題 這些都是會影響的 在輕鬆得數裡面 是有一些具體的方法 即是有一個意念 我們立即處理的時候 是可以很快 很快可以處理到的 不是一定到完美的時候 當我們一處理的時候 即是當有些罪的意料 我們立即處理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得勝了 今天減少了煩惱 今天已經得勝了 雖然要時間 真的沒有處理了煩惱 但是我們一步步 人就可以放下垃圾 因為垃圾影響我們 第三部分 就是如何結出聖靈的果子 生命的果子 和事碰的果子 因為這才是最重要 在末後的日子 基督徒需要站穩 因為這個世界有很多罪惡 很多邪惡勢力 這些邪惡勢力是會影響基督徒 因為耶穌說 很多人會跌倒 很多人被陷害 被陷害、被爭戶 還有有離道反教的事 聖經說了 將來有很多人跌倒 所以越多基督徒站穩 我們就越能夠把關和得勝了 就是把握的關 保護更多基督徒 不受這些迫白的影響 所以希望 首先幫我們的信仰 復興宣教士工 是送給所有的教目 懂得看中文的 在香港的 或者各地各個國家的 大家要所認識的 我都很樂意 是送 其實不是我個人 是我們的機構 復興宣教士工 是會送給他們的 只要他將他的名字 和教會名字給我們 我們就會寄給他 或者送給他 或者他來到我們那裏拿 目的是希望更多教目 滿有力量 如何祝福人 提升人 訓練人 興起人 讓更多人預備好 在這個末下世代 抵擋魔鬼的作為 以及在大迫白的時候 都能夠站立得穩 這本書的心態是祝福 而我講明我本身 是沒有收任何的收益 金錢上的收益是完全沒有的 因為我完全是義務 成功